我们现在要去本岛南方在出海的一座神秘的小岛 这个景点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但是要去这个景点我们要搭水上进程车去 我们现在要去石宝 石宝其实是当地人对它的昵称 然后如果是正式名称叫做就是堡垒 但我们要去堡垒呢 我们会先经过Young Island Young Island就是出海之后 其实不用出海就可以看到很明显 对 但是这整个Young Island它是一个度假村 所以这度假村其实它有免费的水上接驳车渡轮 可以接送你往返 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一定要绕过这整个Young Island 等一下就可以到250尺的高度 回头远眺这整个本岛 然后还有回跳这个Young Island 以及其他圣文森的离岛风光 整座小岛就是堡垒 堡垒依山而建 长长的阶梯一路向上 抬头望去 这高度还真不低 要来拜访的朋友们 最好准备好你最舒适好走的鞋子 爬了大概十到十五分钟之后 终于攻顶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本岛 然后还有前面刚刚有经过的Young Island 整个resort都尽收眼底 然后我们绕过去对面看 还可以看到贝奇亚 还有Mastic 还有很多Greenarding的群岛 在这里可以看到360度全景 几乎可以把整个国家尽收眼底 整个国家公园都是植物园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而且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 还是西半球最大的植物园 占地二十公顷 是众多热带植物和特有动物的 修气繁衍之地 这里可是有圣文森亚马逊之称 这边是整个西半球最早的植物园 在1763年 法国跟英国签订了巴黎合约 之后 住加勒比海区的英国总督 跟当时在圣文森这边的军医 他们决定要在这里盖一座植物园 要把所有的药草直接种在当地 这样才可以就近医疗受伤的军士们 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 常常我们会看到他们用面包裹 当成是主食 而我身后这一棵 它就是1793年由船长布莱 带到美洲的第一棵面包树 整个植物园的重镇之宝 就是我身后这棵果树 这个果树呢 它其实就叫苏菲树 就是长在硫磺之地的意思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大炮之树 我觉得这个大炮真的是名不虚传 因为它刚刚一掉下来的时候 天啊 那声音就很像整个炮砸中 会很痛的感觉 而且它特别具有魔性 这样嘴巴动一动之后就 吐舌头 还蛮好玩的 比比比比比 好看喔